鄧醫生 飛爺 很久沒見過 是, 介紹一下 這位是真凡邦醫生 是精神科的專科醫生 曾經參與過很多禁毒的教育 和宣傳工作 所以他在這方面的範疇很熟悉 對, 鄧醫生 我想知道為什麼毒品會上癮呢? 上癮很簡單, 像戀愛一樣 因為腦裡有一條共通獎禮路徑 你做了任何開心、快樂、興奮的事 那裡會產生很多不安 令你有一種快樂的感覺 問題是這些刺激有耐煞性 第一次吃, 可能有特別的開心感覺 也不一定 遲些你要多吃一點才行 多看越來越多, 接著就不能自討 坐下來慢慢談 鄧醫生, 過去兩招 毒品如何分辨不同類別呢? 毒品的分類主要是看 他的腦裡發生什麼作用 不如令你興奮的那種興奮劑 例如可卡因、冰、搖頭縣那類 如果令你的腦抑制 中枢成的抑制劑 令你產生患覺的謎患藥 大麻也是一種謎患藥 另外就有麻醉藥那類 例如茄醣麵、鴉片類的藥物 白粉那類的東西 如果近代濫用藥物 我們覺得是挺荒謬的一件事 人們拿一些街貨買的藥物 去做一些分析 譬如說自己是搖頭縣 裡面可以有百分之零的搖頭縣成分 譬如老鼠藥, 有些找到油 石灰、泥 甚至… 這樣呢? 其實是吃死人的 對, 所以是一個比較愚蠢的消費者 如果你買這種藥物 那我們要做一個聰明人 毒品的維和真的要透過我們的報道 讓更多的觀眾知道 毒品真是害人不慈 不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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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不見了 老闆, 好久不見了 你好… 我聽聞邪惡的可卡因 好像是由自然界走進人類世界的報復 可卡因其實是源自南美洲 有一種叫古蛤樹的古蛤葉 當時那些土著 他們發現 咀嚼了這些古蛤葉 是會有提神的作用 而且會有一種感覺 覺得自己精力大增 不過到了十六世紀的時候 西班牙人就去到南美洲 他們發現那些土著 如果不吃這些古蛤葉 他們好像沒有精力去做事 就是這樣 好像失去了判斷能力 失去判斷能力這麼嚴重 古蛤葉是怎樣進化成可卡因的呢 就到了1860年 有一個德國化學家, 黎曼 他就在古蛤葉裡提煉出可卡因 那時候有很多人 都以為可卡因是有藥用價值 不過隨著大家知道可卡因的毒性 不同的地方就開始有法案去規管 人們經常以我傳我 說可卡因可以提神減肥 根本就是毒品破壞我們的人體機能 沒錯, 所以毒販經常都會說 吃一口是不會上癮的 大家千萬別相信 真的把麻煩還答到